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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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演什麼?那邊才是 那支忽裕非常用 已讀不回Book Channel 喂!大家好 我是好青年圖讀室的成員 康廷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去藝術館看展覽 看得拗頭 沒理由的 我畢竟都讀過書 為什麼會完全看不明白呢? 這些展覽是開放給大眾看的 為什麼我作為一個正常人 會完全不知道他做什麼呢? 那些藝術家做這些東西出來 究竟為什麼呢? 對世界有什麼貢獻呢? 為什麼要用納稅人的錢 搞這些展覽呢? 如果你有這些疑問就對了 今天我要介紹的書 或者可以幫我們理解藝術究竟是什麼 這本書叫做 Strange Tools, Art and Human Nature 作者是Alva Lloyd Alva Lloyd 就是UC Berkey的哲學系教授 他本身研究知覺 他認為知覺是一種行動 例如看東西 我們一般會認為看東西是一種天生就識 不需要學習的本能 這種想法其實是把看東西理解作被動地接收資訊的過程 Alva Lloyd認為這個看法是錯的 他認為看東西不僅是用雙眼 是要配合我們的身體活動 嚴格來說呢? 我們看東西不是用雙眼來看 而是用我們整個身體來看 所以他這個理論就叫做 Fury of Perception 這個理論主張 知覺是一種行動 是一種我們主動去做的事情 看東西就像游泳和踩單車一樣 是涉及技術 需要學習的 如果你沒有相應的技術的話 你就會看不到某些東西 在這本書裡面 Alva Lloyd就嘗試把知覺理論延伸到藝術品上面 他認為藝術是一種奇怪的工具 這種工具在日常生活是沒有用的 藝術的功能不是幫助我們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而是擴闊我們的視野 令我們看到一些我們原本看不到的東西 要理解藝術是什麼呢? 我們首先要理解人類是什麼 Alva Lloyd認為人類是天生的設計師 他的意思是我們會製造和使用工具 人使用工具就像用自己的手手腳腳一樣 那麼自然 我們吃東西自然就會用筷子 冷的時候自然就會穿衣服 晚上自然就會開燈 工具不是一些外在於我們的東西 而是我們身體的延伸 通過發明一些新的工具 我們就好像在改造自己的身體一樣 發明了飛機之後 我們就懂得飛 發明了望遠鏡 我們就看到一些很遠的東西 發明了電燈 我們畫光就有光 工具不單是擴充我們的身體 它還可以擴充我們的思想能力 例如我們發明了數學符號之後 就可以計算到一些數值很大的數 發明了文字之後 就可以記得一些遠遠超越我們記憶力的資料 人和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 是它的生活方式很flexible 我們不會被我們的身體限制 我們可以製造工具來造造自己 令自己成為非常不同的存在 擁有不同的工具 我們獲得的經驗都會很不同 然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都會很不同 例如發明了汽車之後 我們對距離和時間的perception都不同了 發明了建築物之後 我們對風吹耳打的感受又不同了 發明了電燈之後 日與夜的意義都改變了 所以工具是介乎身體和自然之間的東西 它是我們接觸世界的橋樑 按照這個說法 其實所有工具都好像眼鏡一樣 眼鏡不是我們身體的一部份 但它又不是完全愛在於我們的東西 我們是通過眼鏡來看這個世界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總是集中在我們要做的東西 而不會留意到我們使用的工具 就好像我們只會留意我們要看的東西 而不會留意到我們戴著副眼鏡 但事實上 我們其實每一刻都看到副眼鏡 而我們看到的東西都被副眼鏡過濾過 按照這個說法 當我們小時候學習工具的時候 其實同時學習一套看東西的方式 這套看東西的方式 令我們可以很暢順地生活 但同時也會限制我們看到的東西 而藝術就是要突破這個限制 令我們看到一些我們原本看不到的東西 Alpha Lloyd認為藝術是寄生於工具上面的東西 如果沒有工具的話 就不會有藝術 因為藝術其實是對工具的反省 不同類型的藝術就是對不同類型的工具做反省 例如繪畫是對圖像使用的反省 音樂是對聲音使用的反省 文學是對語言使用的反省 所以藝術和設計其實是處理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設計預設了一套生活方式 而設計師的任務是 做一些工具出來 令這套生活方式溫得更加暢順 藝術以工具作為對象 藝術家的任務是突破工具的限制 發掘工具的可能性 舉個例子 電影最初發明的時候 只是一個紀錄的工具 雖然很快就有人用電影來拍drama 但早期的所謂聚視電影 其實只是拍下一個舞台劇 劇本身已經是一個故事 電影做的事情 只是將這個故事記錄下 雖然早期的電影都有剪接 但這些所謂剪接 其實只是將之前發生的事 和之後發生的事連接在一起 所以早期的電影其實沒有參與到 沒有講故事這個活動 只是一件錄下這些東西的工具 去到1920年代 有個叫Cruzot的蘇維埃人 就做了一套很奇怪的電影 他將幾段本身沒有關係的 電影剪在一起 首先就拍攝著一碟湯 然後就拍攝著一個男人的樣子 然後就拍攝著一個睡在棺材的小孩 然後又播放那個人的樣子 然後拍攝著一個女人睡在那裡 然後又播放那個男人的樣子 那這條片現在就非常出名 一般都會認為它是剪接的開山秘組 作為這個時代的人 我們很容易就認識到他想怎樣 甚至可以批評他剪得不夠好 但是我們嘗試想像下 當時的人看到這條片會有什麼反應 在1920年代 電影作為紀錄的工具是一個常識 就算看最次電影 那些人都會習慣了當是舞台劇這樣看 沒有人會期望一部電影 會將一些不關事的片段剪在一起 可以想像 當時的人看到這部電影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大哥你想拍什麼啊 Alpha Lloyd認為 難以理解是藝術品重要的特質 藝術品應該是要看不明白才對的 因為藝術的任務是要打破我們的習慣 令我們看到一些我們本身看不到的東西 如果我們很容易就看得明白的話 它其實還留在常識的範圍裡面 有時我們看到一些不熟悉的工具 都會不知道它是什麼 例如整車師傅有很多工具 我們外人是不會知道是什麼 大家不要緊張 我本身是一個汽車維修員 不過要明白這些工具是什麼 其實不難 只要我們知道它在我們日常生活 裡面飾演的角色就可以了 雖然我們不知道某件工具有什麼具體的用途 但是我們知道什麼是車 知道車會壞 知道車是要用工具做的 那只要你告訴我 那件東西是用來做車的 那我就已經叫做明白了那件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理解一件事 總是要把它收入日常生活的框架裡面 當我們看到一些不明白的東西 就會嘗試幫它在日常生活裡面找個位置 但是藝術品那種難以理解是另一回事 我們之所以不明白藝術品做什麼 不是因為暫時不能夠在日常生活裡面 幫它找到一個位置 而是因為它在日常生活裡面根本就沒有位置 藝術品是日常生活外面的東西 它注定不能夠被常識理解 如果我們想要理解一件藝術品 就要擺脫常識 嘗試將它放入另一個框架 Alpha Lloyd認為藝術的普遍形式是 See me if you can 藝術是對理解能力的挑戰 我們要看得明白藝術品 就要超越我們慣常的思維模式 說回Cruzop的例子 切想你是那個時代的人 當影片播完第一部份 你很可能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是因為它跟你看的影片很不同 你懷著電影是紀錄的工具 這個觀念去看它 你不明白為什麼拍完碟湯之後要拍個人 你看不明白是因為你對電影的看法遮住了你的眼 然後第二部份開始 你慢慢拋開你對電影的看法 因為你已經知道這條影片不是做紀錄 然後第三部份開始 你開始得到 你發現原來剪接是可以讓兩段 原本沒有關係的東西黏在一起 從而產生出新的意義 先打個Caren 在這個時候 你看到一些你原本看不到的東西 Kuschoff這件作品 徹底改變了電影這件事 它令人注意到電影不僅僅是一個紀錄的工具 原來通過剪接 電影可以成為一種獨一無二的序視工具 這個發現不僅改變電影的發展 它還擴闊了人類的經驗 現實生活是沒有剪的 我們只能夠用一鏡到底的方式去經驗這個世界 剪接出現之後 我們不僅會在電影看到剪接 我們還會不自覺地把這種技巧應用在我們的回憶和想像 所以剪接的發明其實同時塑造了我們的心理活動 令我們可以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去理解自己的過去和未來 Kuschoff這件作品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根據Loy的理論 所有藝術品都是在做同類型的事 藝術的目的是要打破工具對人的局限 由於工具會塑造我們的經驗和世界觀 打破工具的慣常使用模式 就等於開拓了經驗的領域 Loy用Extasy這個字來解釋什麼是藝術經驗 Extasy的字面意思是離開自己原本的狀態 要看得明白藝術品 我們就要離開那個慣常的自己 嘗試用新的眼光去理解一件作品 藝術品是奇怪的工具 這些工具不能夠幫助我們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但是它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塑造整個生活方式 你們如果用電脂活動作品 可以用電脂活動作品 我們就想繼續睡覺